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謝謝游院長 那我們還是有請我們行政院陳院長 還有我們教育部潘部長 謝謝 陳院長 請 潘部長 請 張文雄好 院長好 院長早 這個剛好今天非常巧 就是兩個諮詢都有這個機會 那這個部分在教文這裡 我想院長會更熟悉 因為你也是台灣的學術界的驕傲 這個傑出的學者 那其實但是我們真的高教體系 部長也在 真的也出了蠻多 必須真的想一想 怎麼樣讓他繼續往前的一些事情 我這個地方大概就分兩部分 先從私校開始 然後我們再來講公校 大概就是這個部分 那先這個院長您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當然很多學校 其實大概每隔幾天就開始有這種說實話 是壞消息了 就是哪些學校又列為專服了 然後哪些學校又退場了 這個新聞太多 我們真的不用多說了 但是是這樣講就是現在這個專服做了 概念上看起來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們直說 就有點變成安寧病房的概念 因為它一旦被公佈出去 其實這些學校財務招生都有問題 我們承認 那但是一講出去之後 可能大概就更沒救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真的是一個惡性循環 其實我想院長跟部長也很理解 當這些少子的話 衝擊的這些 第一波都是這些失效 那失效辦不好 所以我們給它所謂的一個標籤下來 那這個它真的能夠有效的 經過專服能夠活回來嗎 是它真的能夠有效嗎 現在我們也必須直說了 到底有哪一所開始有 因為專服的這樣子的一個介入 它可以起死回生 看起來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當然我們也有去查這個教育部 公佈了一些專服學校的一些記錄 多數 我們先不要就業數這個意思 其實它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我們可能去專服 都是在去找出它的問題 坦白說 他們的問題真的很多 也很嚴重 那但是 我們介入之後 有沒有幫忙 把它起死回生 我意思就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就算公益董事進去 等等把它改組 可是我們多數都是一種查核 就是坦白講 還是在找它的問題 可是我不知道解方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 當然院長也在 部長也在 現在到底有沒有機會 借著這個專服 讓他們起死回生 還是說 坦白講就有點是送中的意思了 就是安寧病房了 這怎麼辦呢 我看這個專服的這些學校的特性而定 那到目前為止 大部分的專服的學校呢 確實問題都還滿多的 是 所以就像你講的 大部分我們就是因為他經營不善 所以怎麼樣讓他平順退場 所以專服有一個就是退場的部分 一個就是說讓他像你講的起死回生的部分 那這個比較個別的情況 所以院長醫師也是認為說 大概專服就是代表他就救不活了 現在的情形 我請部長 因為來自大學 這樣這是個真大壞消息 非常熟悉 那應該這樣子講 確實啦 我想最重要我們還是要考慮學生受教權益 因為畢竟辦學校就是要學生受教 我想這應該是最高的核心目標跟價值 那確實面對少子化後 學校以在台灣的高教的規模 這個一定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所以在大院去年通過退場條例後 其實剛才院長所提到的 讓學校真的要正視自己的狀態 可是像剛才院長 其實當然我認為院長也說了真心話 因為現在專服出來之後 一被列入專服 大家就知道這更不可以唸了 因為它更危險 所以變成院長講的我也同意 就是說 我們就是只是預警的告訴大家說 這個大概它一定是必須退場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可能也不叫專服 我應該這樣講會 退場的提醒 因為其實應該來說 對於成為專服 他是經過一個非常嚴謹的審議跟了解 才會做出這個決定 那之後其實有比如公益代表的董事介入 包含有學校的 這個實際上他們的財務各方面 可以更透明一些 那另外當然在經營方向上有一個思考 因為這些學校 因為這些學校 一私校學校 一來講 它還是有改辦的機會 那改辦就看董事會這邊 那部長 您既然提到這個 我們當然建設心理還是往下走 因為是必須這樣講 我們當然是希望 能夠至少讓它有些出路 那我要這樣講 其實當然這個我自己跟很多部分黨派的委員 其實我們也都很多的討論 您看看這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這個境外生之前 因為很多思考都靠這個 可是當時我們也知道他們也弄出很多問題 什麼烏干達學生等等這些的事情 那當然也說實話 其實這個我們跟很多 甚至跟執政黨的委員都有討論 就是說包括比如說 我們怎麼樣強化這些境外生進來 甚至講直白領 就是國際教育專法 這個是不是有進度 因為這個提了已經滿久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關鍵點 是不是我們應該認真地 好好把這樣子一個專法把它修好 然後真的比如說 這種產學從國外進來的這些留學生 就是讓他們真的有效一個借接 這有沒有可能 這個專法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這個專法 其實我們已經吵了一個草案 但在實施上 我一直覺得有一些行政的措施 是應該先行 像委員你知道 現在我們在二期的高教生根 特別有一個國際專章 這個對各大學 包含私立學校 它其實是一個新的措施 可是部長 我還是提醒一點 因為我自己在公立學校 我很清楚 現在的狀況都是好的越來越好 壞的越來越壞 我也不滿說 之前我們去考察 我自己以前服務的中山大學 國際半導體學院辦得很好 他招一百個碩士生 來七八百個報名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好的會越來越更好 但是現在就是壞的會更快 所以這個產學 這個鏈結 說實話 到底會好到誰 當然也要留意 免得到時候 其實更好的學校 他就全部都吸光了 那後面私校可能救不起來的 反而他的問題還是在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覺得說 我們先預先講在前面 應該說現在會列入專服的 其實是已經有一段長時間 包含之前 他們有機會遭受境外學生 就如剛才您所提到的 沒有好好的善待境外的學生 各種的狀況 但現在我相信 過往在這上面都還維持的 會在我們後續 比較積極面向國際招生 這個當然還是請院長跟部長 你們就費心 當然我們還是必須說 不能讓專服變成送中法案 這樣子不太好了 我們還是要幫他找出希望來 好不好 這個地方先私校的部分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公校 當然院長在中研院 當然您會更了解 我覺得真的很多問題 我都不用多點了 其實對大學老師是不公平的 這是說實話 求學長入行晚年資短 那這個已經真的是一個國安危機 其實之前我們在教王委員會 也一直在談這個問題 比如50歲以下的教師占比 已經一直在衰退 而且我們剛剛就比如舉例 像半導體學院這些很棒 這個是正確的政策 可是他能不能找到好的老師呢 老師的薪水才100萬出 結果碩士生一畢業 去台積電就200萬 這個問題就會找不到老師 所以這個院長應該很清楚 那當然再往下也直接先看 大學老師這個待遇 很多很多的問題 其實我不用說啦 因為院長您自己就很清楚 那當然我們會說 我們有什麼玉山學者 有彈性薪資 但是那個抱歉不是每個人 他真的是有限 所以怎麼樣徹底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還是在往前瞻性 我們先不要再抱怨那些事 因為他已經既成事實 這個有沒有一個概念 就是還是往所謂的 真的法人的這個方向去走 因為我必須說這件事 過去其實已經 有這麼多人在推動了 其實我們先往下一頁看一下 比如說當時連我們 尤葵當時我們尤院長 當時在行政院長 都說公教而分離 然後當然也就是說 不要都是教育部大學 很多的大學校當然也指出 回到上一頁 那這個概念 當然我們知道 曾經事辦過成大 但是當時不太成功的原因 我必須直說 當時因為免改還沒有改 所以很多老師覺得說 我幹嘛要變成這樣子呢 我當公務員也不錯 那學生當然是怕學費會太那個 可是實際上 當然院長國外也求學過 你也很清楚 在國外一流的學校 多數都是私校工法人大學 這個是事實 那我們真的有沒有可能 因為今天很多的問題 都卡在把教授當公務員嘛 這就是直說了 就是這樣子 才會出這麼多問題 院長先 您自己就是這一行 我想大學謊人話 我們曾經是推過 但是不管是成大 或者是金門大學 都沒有成功 那裡面很多老師的 這個顧慮 還是在這一個 老師本身的權益 他還是喜歡當公務員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現在剛好在變遷 但是時代在變遷 所以您剛才前一張的投影片講得很好 就是說老師能不能夠延攬到好的人 進入到學校 然後讓他的薪資也跟其他的國家合理 這個部分謝謝委員一直很關心 然後中愛研究院還有大院這邊一直在開會 您也召開了一個公聽會 那我們最近也跟教育部在研議 確實有需要在這一個現階段 現階段我們從調高這一個 這一個薪資的部分來研議 然後看能不能盡快有結果 另外一個就是大學法人化的這一塊 我是覺得這個大學裡面的老師建立共識 可能是很重要 譬如說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以前教學的這個台大 就還沒有共識 我了解 我們回到大學法人那一章 這個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我想大家在高教體系都了解 其實說因為我們長期 把整個公跟教這個體系是沒有 是聯繫在一起的 那這個其實也認真講是有問題的 其實我們知道大學希望他自主 這是一個他重要的精神價值 那但是 當然我們也要注重他的公共性 這些我們也承認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說 我們用法人化的這個概念 因為政府 他法人的概念有點是 政府出一個基本的 所謂public financing 那但是呢 它是private management 它是有點這樣結合 各取他們的好處 那既然政府出資了 他公共性可以雇助 那但是他有私人經營的那個概念 所以他就可以比較有 performance的績效制度 那也可以讓更多 不管老師或者是 這個學制都更為彈性 所以其實認真講 國外的這些著名大學 除了私校系統 像UC Berkeley 尤其像我們廖院長 他自己以前就在UC 其實他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就實際上 可能真的要往這個 而且現在我們最近常在講 什麼公私病 或什麼 坦白上 如果你連這個機制都沒有改 那是不可能談什麼公私病 因為你公立就是公務員系統 私校是那種董事會有 公私治理的那個概念 所以他不能結合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正本清源 反而是說大家的這個機制要類似 公法人 司法人 那這個就可以去談了 那他就認真講 他就有這個結合的可能性 甚至也可以鬆綁了 以往其實現在我們一直在抱怨大學老師 為什麼薪水這麼低 因為我們跟公務員是一致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游院長 當游客的時候就說 那公教能夠分離這最好了 那老師歸老師嘛 那一般公務人員歸公園 所以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它反而是一個根源性的解 那因為現在時代又變遷 因為當時很多老師是抱怨的 我們當然了解 他會覺得說 我失去的身份 會不會我退休金被打折 可是現在坦白講 教授的退休金就已經打折了 他未必會更好 今天如果給他更靈活的彈性 說不定他退休金還會更多呢 如果說他能夠自己自治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就是說這些學校的 其實他的這個自主性開放性 就不需要每次都是我們部長 還要出那麼多題目 又要高教生 其實這也很辛苦 我必須直說 那大家都說 好像每次都是教育部出題 我們來寫答案 我覺得這也是有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還是 為什麼我們還是再次提出這個 我們是認真建議 就是說院裡面跟部裡面 還是要認真演義這個方向去走下去 這不是不可行的一件事 其實國外你看像日本 他們完全已經完成了 這些從東京大學 一路京都大學 東北大學 這都是當時他們的帝國大學 下面的系統都是最好的大學 全面都是 我覺得既然我們也蠻喜歡 學習日本的制度 人家都已經做成這樣子了 我覺得我們真的可以認真思考 院長最後應該可以 我想這一個我們要再來研議 那在研議的過程當中很重要的 大學校長會議 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那這個是要有 我剛才講過就是共識嘛 這個共識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以前 過去失敗的例子 可能給大家有一個負擔 但是我們再來提出這樣的一個討論的時候 應該要有更好的一個構想以後 我們再來研議 但是我也希望我的這個任內 我們來開始再重新來看看這樣的可信性 我必須最後一句話 因為其實院長您是學界出征 現在我們又有廖院長 也只有學術界大家長 其實大家真的都對這個期待很深 我覺得在高教這個領域 他真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人才培育是重要的 那其實我們先把我們這個學校的高教體系調整好 我覺得這個才可長可遠 不然的話 真的它就是個國安危機 長期我們真的這個國力就會被這個影響很大 那這真的就是拜託院長跟部長 好 謝謝 我們來一起努力 好 謝謝 謝謝